这艘战略舰是世界上舰体最长的战略舰 也是世界上最后退役的战略舰 同时它还是世界上航速最高 主机功率最大的战略舰 它就是来自美国海军的伊亚华级战略舰 起初共有6艘伊亚华级战略舰的建造预算获得通过 但是最终只建成了4艘 分别是伊亚华号、新泽西号、米苏里号以及威斯康星号 伊亚华级战略舰也是美国在二战时期 巨舰大炮主义的代表军舰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晚退役的战略舰 它舰长270米、宽32米 标准排水量57540吨 相比大河号的长263米、宽38米 它以这7米的优势夺得世界上最长战略舰的称号 而宽度则是差了6米 当初设计时为了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闸 便于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快速调动 就以能通过巴拿马运河船闸的极限为准 限制了船体的最大宽度 这种细长型的设计虽然有利于提高航速 但是却影响了它的其他参数 比如说试航性、机动性以及炮弹的命中率 一阿华级的主炮共有三座三连装的主炮塔 一共是九门主炮 采用了轻量化的MK7型406毫米50倍口径主炮 最大射程39公里 射速每分钟两发 抚养范围为-2度到正45度 副炮则是采用10座MK12双连装高频两用炮 炮塔布置在舰体的中部两线 防空火力也是很充足 装配的是四连装的伯夫斯机跑 以及单装的厄力孔式机跑 不过到了后期 这些防空火力都被RJM-84反舰导弹等弹药所取代 这些武器曾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了较大时效 成为美军强大战力的重要体现 除此之外 舰围两弦也各安装了一台弹射器 并搭载了三架水上侦察机 舰上动力装置由八座重油水管锅炉 和四组涡轮发动机组成 平时只需四具过炉就能达到27节航速 全功率下航速高达33节 这个速度在所有战略舰中冠绝众人 是历史上主机功率最大 航速最高的战略舰 除此之外 伊阿华级战略舰也是世界上最晚退役的战略舰 它经历了几次佛役 几次退役 可以说这一生是起起伏伏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伊阿华级战略舰主要参加太平洋海区的作战活动 凭借着自己的高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 为航空母舰护航以及支援两栖登陆作战 前后参加了进攻日本的海上作战 其中包括菲律宾海海战 莱特湾海战 硫磺岛战役 冲绳战役 以及炮击日本本土的战斗 伊阿华号还曾经运载美国总统罗斯福 参加德黑兰会议 而新泽西号在1944年加入太平洋舰队 先是作为美国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文斯的旗舰 又在后来的莱尔湾海战中担任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的旗舰 在1945年9月2日 实为第三舰队旗舰的密苏里号 成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 宣告日本正式投降 要是此时航母企业号不是回本土维修 说不定投降仪式轮不到伊阿华级战列舰 毕竟企业号可以号称单挑整个日本海军 战绩自然也是没得说 我的频道里之前就有一期讲的是企业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回归正题 二战结束后伊阿华级战列舰就退居二线 基本是作为训练舰使用 他们重新加入现役是在朝鲜战争时 1951年9月伊阿华号 新泽西号 威斯康星号 重新加入现役与密苏里号 共同参加朝鲜战争 在此役中 他们担负炮击朝鲜暗防目标的任务 战后则是再次作为训练舰来使用 1968年 越南战争爆发 这时候美军急需一种火力强大 可以摧毁敌人暗上目标的军舰 就把新泽西号拉出来进行现代化改装 之后他重返现役 并参加越南战争为陆军提供火力支援 到了69年 他再次退役 不过到了冷战时期 为了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 这四艘伊阿华级 经过大规模现代化改装后 再次重返现役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1989年4月17日的时候 伊阿华号的2号炮塔 发生了爆炸事故 这次事故造成47人丧生 这是该舰遭遇过最大的一次人员伤亡 随后在海湾战争期间 伊阿华号和新泽西号 由于军费减少 再次退役封存 而威廉康星号和密苏里号 则在1990年11月 开往波斯湾参加海湾战争 一年后 新泽西号接到退役通知 抵达新泽西州卡姆登 成为一座浮动博物馆 同年威斯康星号也退役 移至国防后备舰队 1992年3月31日 最后一艘伊阿华级战列舰 密苏里号 从美国海军退役 作为二战历史见证者 他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 对公众开放 共有客参观 并在2009年 由BAE系统公司 在珍珠港海军造船厂 直到进行 耗资1800万美元 对他的上层建筑 进行了清洗 在2010年1月22日 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 重新向公众开放 作为当时巨舰大炮主义的 美国代表 人们常常拿他 与日本战列舰大和号做对比 如果是一对一 正面对轰 那大概率是大和号 效到最后 毕竟大和号 从火力到防护 都更好一点 但如果加一些复杂因素 就不好说了 比如说 如果是天气热烈的情况下相遇 那么一阿华的火控和雷达 都比大和要好 再加上一阿华拥有战列舰中 最快的航速 还能风筝大和 那我个人感觉 一阿华胜算更大 毕竟就算是二战时的条件 两船也不可能发现对方的时候 距离已经近到二三十公里了 我之前就有一期视频 专门介绍了大和号战列舰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其实在现实中 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一阿华在海上执行任务 然后雷达发现大和 之后呼叫空中支援 叫来几艘航母过来 然后放出一大片舰载机过去 之后大和只能打出鸡鸡 其实从珍珠港过后 战列舰已经不是海洋的霸主了 航空母舰才是王道 毕竟战列舰射程有限 而现实中大和也是没有办法 才被日本拿来豪赌 结果惨遭美国航母群殴 最终连航母的影都没见到 就沉了 只能说是胜不逢时了 那么大家认为 大和级和一阿华级打起来 哪艘船能取胜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积极讨论 好了 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